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阳辉 欢迎收看股市未来学 股票市场的涨跌之间呢 你可以用这股价的语言去看 比如说你可以先知道说 为什么这个地方 你要做调整调节出清 它怎么下来的你看得懂 你也会看得懂它要怎么上去 怎么下来怎么上去 中间的道理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你可以最先去了解的是说 为什么这个地方 你要去做卖出卖出 才会有后面集中 然后最难的过程 一般人做不到的 可是这个是另外一件事情 你看股价的语言 其实这个都有原因了 你说这里它为什么会有一个 拉回来到八千点 目前你看到这个位置 八千八千一 这个股价的语言 其实这边可以看得到 但是一般人会没有注意到的是 怎么看 你有没有注意到它最近怎么走 它最近怎么走 在这个地方各位 你就要自己去留意了 我只能把重要 你应该提醒你的地方提醒你 所以不是只有看指数 还包括说 有时候你没有时间注意到的地方 也要有人提醒你 你也可以去盘中去看 今天十一点半 这一段的拉升 至少有七八十点 在拉上来七八十点的过程里面 它的结构是什么 是什么股票涨 是什么股票带动它的 你也可以去看 把这个整理的缺口 8105.5 封闭掉本来就很正常了 这种整理的缺口 你去封闭 这个都很正常的 不然要跌到哪里 因为这缺口没有补 你看就跌这一段 所以这里去把它封闭是很正常的 可是 它还是不够那个力道 这个力道跟结构跟成交量有关系 所以我会在节目当中提醒你 可是这个毕竟只是一个涨跌的问题 我们现在不只是要研究涨跌的问题 我们还要去真正的主动出击的是 这里面的操作模型 所以有一档股票 我计划将要主动出击 什么样的个股 我们等一下再来谈这个部分 这就两个部分了 你除了研究涨跌之外 你必须要有主动出击的能力 这是未来为什么会赢的原因 在于你有主动出击的个股的模型 你才能够做得到 可是一般的散户 到目前我在看 并不是如此 散户 往下买 往下买 这不是往下买吗 其实它很简单 不管别人怎么说 你自己的看法 92块75块 这里差了四十几块 这里差了二十几块 95块就这里 75块就这里 就是二块75块 92块75块 92块75块 你可以用很简单的方式 去避开的 而不是往下买的 那比较难的部分呢 讲第三次以上了 不晓得各位真的有没有想要去了解 或者是你只是想要听什么股票 那什么股票 我们等一下会说 这里就比较难 融资在买 可是这个成交量不一样 我写得很清楚 量不一样 量不一样 所以你看到的八十块 跟这里不一样 这里买你会赚 这里买 大赔 八十块 五十六块 可是有没有人往下买 有 从这里开始往下买 再买 往下买 再买 这里卖一点点 这里卖一点点 可是跌下来买更多 所以这样子的操作 是不可能赚大钱的 不是如此吗 那你说它很难吗 再看 太阳能 这里是谁在融资 这叫主力融资嘛 那主力融资要滚量 好你先不要管滚量 你先看这个点 这个点是什么地方 这个点就是这里 1月份的时候 这里 22块这附近 22块这个地方的太极 你要知道说 什么样的位置 才是比较有效的 什么样的情况 才是比较有效的 所以22块 打回来 第二次再上来 又是在22块这个地方 跳空下来 所以其实你在这个地方 都可以获利了结 不管是这个点 这个点 或者是这个点 可是还是有人往下买 是不是 还是有人往下买 要更进一步知道的是 什么样的条件 对它比较有效 从这个地方到这里 到这个跳空到这里 你觉得这个差很多还是差很少 这跟我昨天谈到的不是一样吗 我昨天在谈VHQ的时候也是一样 这里还是很多人在跟你讲 可是我一句话都不敢讲是因为 用我的方法去看 再谈上来 这不是买点 因为这里已经告诉你 上来这个地方 你都要适度的去小心 而现在还会有第三次 就跟这里一样 一次两次就下来了 可是我认为它还有第三次 也许如果没有第三次你怎么办 没有第三次就是第一次第二次 没有第三次再上来一次两次三次 如果没有第三次上来那你怎么办 所以你必须要在第一次 你就先看到 而不是第二次 也不是等第三次 它到底在做什么 这跟一档股票要涨上来 你说股票怎么下去 跟它怎么上来 是一样的道理 其实怎么下去跟怎么上来 是一样的道理 我前面讲这一段 其实就这个意思而已 你先看得懂 股票怎么下来 你也可以看得懂 它会怎么上去 你看得懂它怎么上去还不够 因为大部分的投资人 都只会看做多做多做多 买股票买股票 不买股票的时候就观望 观望的时候就找理由 像现在就找很多理由观望 然后不好做 很难做 你找再多的理由 你就会失去主动出击的能力 因为有些股票是大涨的 对不对 是不是有些股票大涨 所以先要知道 它怎么下来 你也会知道 股票怎么上去 再看太阳能 欲经跌破这个位置的时候 它的支撑跟压力已经转换了 这个支撑压力已经改变了 所以在弹上来的时候 这个都是压力 这是不是压力 是不是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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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在跌破的时候 它已经是 一个 你必须要去留意到的点 因为这里不是一天形成的 它不是一天形成的 趋势的改变 缓慢 但是是可以察觉的 弹上来就是这里 弹上来这个位置就是这里 就是这里 弹上来再下去 可是散户的行为 仍然是往下买 往下买 还在往下买 可是你一路往下买 这里是31块 这里就开始在往下买 是不是 如果这个地方 三十几块 你就往下买 那现在剩下不到20块 剩下不到20块 你怎么能够忍受 那你就说不放空 你如果要放空 也要回补 这就是做空的难处 那放空要回补 没关系 你的风险 你去放空的风险 就是32块4 32块4跟31块 1块4的风险 这1块4的风险 这1块4的风险 从31块 你1块4并没有赔到 因为你只有两天的机会 两天的机会 其实他并没有看到32.4 这1块4 你没有赔到 就算你不是放空 你不要往下买 你不要从36块 31块这个地方往下买 你不要一路往下买 到现在都还打死不退 就不会遭受这一段的困扰 你不是只有往下买 你就算不放空 你还是可以避开这一段 其实我这样讲很清楚 各位聪明的投资朋友 你应该知道说 谁是在跟你讲 真正的善知识 谁是在提醒你 一个善意的提醒 而不是在讲你的股票好或不好 而不是在讲放空或做多 是怎么样一个看法才是对的 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看你的股票 它会决定你长期以来到最后的一个未来的一个操作的结果 你现在看的方法对不对 比较重要 而不是去看说一档股票 你买了赚多少钱 你现在要看的 并不是去看说 一档股票 你赚多或赚少 是你在看一档股票 甚至于我刚才谈到 你在看大盘的时候 为什么要去看人民币 你看事情的角度 看股票的方法 是对的 还是错的 如果你看股票的方法是对的 最后的结果 才会是对的 如果你现在看股票的方法 看大盘的方法 是错的 你短线上也许会对 可是短线对再多次 你整个波段不对 你到最后绝对不会赚钱的 所以是看的方法对不对 而这个看的方法 我每天在节目当中 我很尽心尽力的 跟各位做报告 跟各位做提醒 希望你能够要马上会的 要马上知道的 看的方法 看股票的方法 一定要是对的 那怎么样才会是对的 下半段回来 我们来练习一下两堂股票 你怎么看 写下来你自己的看法 然后过两天 我们再来对答案 先进广告 马上回来 大家好 欢迎回到股市 未来学 这几天 生计股在涨 那生计股你看 比如说 1174的号顶 两天涨了60块 两天涨了60块 你说生计股在涨 可是生计股 也有没有涨 甚至于 这段时间都在跌的 像这一堂股票 63块 不要说我没有讲 其实我也讲了好几次 63块到42块 它也没有涨 并不是所有的生计股都在涨 只是你这个地方 你怎么去看它 而我怎么告诉你 我怎么提醒你 生计股确实是有人涨 今天来到93块半 盘中也是大涨 盘中大涨将近 接近涨停的位置 那这我们等一下再拖 我怎么买这个位置 怎么去买这个地方 然后你怎么看到这里 接下来怎么看 今天盘中11点半的几涨 涨什么样的个股 你可以先把它找出来 那我们今天来做一根 如果你要主动出击 这两档股票 你可以有自己的看法 我先说 你现在看到统一超也好 或者是8044的网加也好 我都不是请大家去买这两档股票 注意看那个颜色 等一下你看 可是我今天用这两档股票 大家去做一个练习吧 假设台北股市的两档股票 明天只有统一超 或者是网加 只有这两档股票的时候 你会用什么角度 你会用什么方法 你会用什么样的流程 去检验这两档股票 不是要买 是如果这两档股票让你选 你可以选择要不要 要进还是要出 可是理由 你必须要很清楚的告诉你自己 而不是人家说什么 这就是一个练习 这个练习今天各位自己试试看 那也许很快明天后天 我就在这边跟大家谈我的看法 你可以去对照你的看法我的看法 你也可以都不要做 等到这几天过几天 我跟大家报告说 这两档股票我怎么看 你再把它记下来 你也许这样觉得最省时间 都可以 我只是要慢慢的交给各位 你看的方法对不对 这两股票你怎么看 这两股票你怎么看 这两股票涨上来的你怎么看 你看的方法对不对 什么叫看的方法 举例来说 3月11号8064的冬结 这以前我们赚过它的钱 可是这一次上来我打个问号 什么地方3月11号 3月11号就这里 我为什么去打一个问号 我看不懂 看不懂它在长什么 所以也看不懂它在跌什么 怎么上去怎么下来 又回到原点 这个就是一个看法 你至少看它在长的时候 你看一下它的成长轨道 这也是一种看法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你不管你的看法是很全面的 或者是很片面的 你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 如果不会打个电话问一下 或者是节目当中 我未来会告诉您的 你都可以记下来 3月11号一样 6237话讯 看不懂 因为这个完全没有成长轨道 看不懂你怎么去买 3月11号是这里 3月11号看不懂的时候是 40几块 当40几块跌到24块的时候 一开始这里就决定你的输赢 这里决定了 不是这里才决定的 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方式 成长轨道 有点难 我做给你 价位设计 有点难 我做给你 找到差异很简单 自己没有做 找到支撑 你会了就很简单 不会就很难 当你会了很简单 可是却也没时间做 所以啊 最简单的功课 你也没时间做 比如说找到差异 找到差异 其实这股票我常常讲 大盘跌 它也没有跌 你看价位就知道 所以这个最基本的 最简单的 找到差异 你也没时间做 那你怎么做股票呢 怎么说要赚大钱呢 没时间没有关系 只要有简单的方法 其实你每天做功课的时间 很短 不用每天凹在这个电脑前面 去浪费你的人生 你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 最节省时间的方式 那我们来看生计股 这档股票 我说过嘛 1147中域 数量到今天没变 少量少数人的操作 到今天张数没有增加 也没有减少 可是接下来 我想要把那个张数再增加 就是我要找机会加码 你现在找的生计股 至少必须要 这一段时间 它是不一样的 这不是找到差异吗 不一样 那价位设计怎么办 什么地方才是你要买的价位 生计股跌这一段 它没有跌 那什么地方才是你加码的价位 还要 一开始就跟整个大盘不一样 找到差异 找到支撑比较难 我一开始是这样跟大家报告的 其实一开始是说 3000万买一档 可是因为这里的数字有错误 所以4月22号那天我讲完之后 十股力量十倍波段 3000万买一档 我就没有再用这张图跟大家讲 这张图只有4月22号那天我讲完之后 3千万买一档 讲过一次 因为这个数字有错 所以我后来就没有再讲 可是 你看到了 这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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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图不就是台药吗 那你说台药 后来涨多少 你刚好就买在这个地方 80块半 79 77 你就买这三个价位 然后你看它涨上来 这里有十几块 这里也有十几块钱 所以这个怎么上来的 你如果能够了解那个追踪的方法 你能够了解你的看法对不对 你未来才能够重新去复制 可是就算 你会找到股票 你看到股票 后面这一段会不会完成 你还是不知道啊 后面这一段会不会完成 你现在只是看到一小段 这十几块不过是这里一小段 我们的追踪技术 三年来现在最好 我们的计划交易 我没有说信邦 对不对 我只有说X7XX 我没有写3023 我只有说X7XXXXXX9 X7XX就是你5月6号看到的原料药 4746的台药 5月6号是不是在这里 5月6号是不是在这里 我们的计划交易是不是只有X7XX 就是474XXX 4746台药是不是在这里 那经过这一段之后 一开始你是怎么找到它的 未来的操作模型才是重点 你现在看到股票 还不表示你会赚很多钱 就算你3000万买一档 后面怎么做 就算你3000万买一档 你把股票出清在集中的过程 买进买进买进 看它上来的过程 你是不是认真研究过 每一档股票的操作模型 三天前你看到它的时候 还81块多 三天后今天礼拜二 已经93块多 盘中93块半 从三天前81块半 到三天后93块半 这个就是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是在一个整个计划交易长短搭配 里面的小小的一个过程而已 如果这个过程你都没有办法了解 那后面怎么去赚大钱 可是生计股的缺点是 它的成长轨道比较缺乏 所以我们现在准备另外一档 成长轨道比较明显 一年两年三年四年到今年 每一年的成长轨道都很清楚的 我们来做另外一个计划交易 会更好 希望大家能够利用这一次的机会 到礼拜五为止 重返1013周年 我们现在状况最好的时候 老朋友一定要回来 老朋友要回来 新朋友也要赶上这个进度 我们520之前三周年庆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待